原标题 从雍正之后 大清朝改了一个规矩 从此少了很多兄弟间的明争暗斗 康熙 是清朝第四位皇帝爱新觉罗玄业的年号 取暗明康宁 天下西圣之义 自1662年至1722年 共61年 他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可以说 康熙在位期间 清朝全面进入到了一个典胜的时代 康熙大帝文治武功 膝下皇子各个文韬无略 极其优秀 康熙在众多皇子中 最为宠爱的就是大皇子印仁 康熙对印仁的宠爱 除了印仁原本就十分出众外 最重要的原因在笔者看来还是爱无极物 印仁的母亲是康熙最为宠爱的妻子 孝成人皇后 而作为康熙帝第一位皇后的贺舍礼 是与宠爱共同生活实在 她本人未曾在历史上留下多少痕迹 但事实上 这个女人对康熙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可以说 在康熙的所有后妃中科舍里 事实最重要的一位 然而印仁的母亲却因为造势 康熙为此十分伤心 可能是康熙觉得对印仁有所亏欠 所以早早的就将印仁封立太子 然而几万千宠爱 于一身的印仁最终却没能登上皇位 四皇子印珍是最后的赢家 最终成为后世敬仰的雍正大帝 那么四皇子印珍到底是怎样登上皇位的 根据史籍记载 印珍在诸多皇子中并不出众 如果将印珍与其余的皇子相比 印珍是十分忠庸的一位 印珍能够登上皇位 有一件事就不得不及 这件事就是九子夺迪 这九个儿子分别是 大阿哥爱心绝夺印之 二阿哥印仁 三阿哥印之 四阿哥印珍 八阿哥印四 九阿哥印堂 十阿哥印鹅 十三阿哥印祥 十四阿哥印十 熟悉清史的各位读者都知道 印仁如果拥有足够的耐心 毕竟可以顺利地继承皇位 众皇子夺嫡的事情也不会发生 然而印仁并不懂得印珍 两次做出大逆不道的事情 让康熙对印仁失去了信心 印仁失宠后 众皇子才做出一些列相互针对 自相残杀的事情 求此夺迪的事情 各位读者都十分清楚 笔者就不在这里浪费各位读者 宝贵的时间了 笔者今天要澄清的只有一件事 就是雍正不是通过篡改一朝纪尾登基称帝的 这里可能就有读者要问 笔者为何要提起这件事情 其实笔者想证明这件事情的初衷是源于民间的很多人认为 雍正是通过篡改一朝登基称帝的 笔者只是简单的想要纠正这个错误 甚至 为纠正这个问题 笔者还特地从沈北驱车三十多公里 来到位于沈阳浑南的辽宁省大案馆查找证据 大案馆内藏有康熙遗诏 根据史学专家们研究分析 康熙的遗诏中 确实表明继承人为四皇子印针 而且整个诏书没有丝毫求改过的痕迹 这份遗诏就可以证明印针并不是通过篡位登基称帝的 雍正登基称帝这件事 在笔者看来并不稀奇 笔者在前文体 道过 大皇子印仁由于当太子时间太久 对康熙心生怨恨 而康熙在位时间过长 即使印仁在康熙先世后继承地位也做不了几年的皇帝 所以 习气想登上皇位的印仁 就接连的做出傻事 让康熙心寒 最终 将印仁软禁 废除太子之位 印仁失去太子之位后 众皇子就开始对控学下来的储位蠢蠢欲动 所以 才有了后来皇子蒙拉当结派夺取皇位的事情 根据史记记载 印仁在皇子中并不出众 甚至 可以说是十分平常 那么 印仁到底是靠着什么 一步步取得康熙信任 登上皇位的呢 印仁被康熙二次废除太子之位后 皇子先对于储位的争夺欲发的激烈 皇子兼拉帮结派相互牵制 更成为家常便法 印仁在皇子们急着争宠 谋取储君之位的过程中 并没有做出任何表态 就是印珍这种不争不抢的性格 为以后登上皇位埋下伏笔 康熙幼年的经历十分不好 所以 在有了子 死后 康熙对于皇子们间的不合十分头痛 康熙为皇子兼不因为储位相互残杀 甚至还在印仁第一次造反后 再次将印仁立位太子 从这里就不难看出 康熙十分渴望皇子们能和沐相处 而印珍在众皇子着急立功争闯期间 并没有表现出对皇位的渴望 这也就让康熙开始重新审视这位印珍 康熙晚年的时候 边境动乱 康熙年事已高 不能御驾亲征 皇子们都希望抓住这个平定叛乱的机会 获得康熙的青睐 在众皇子都争抢 为国效力的时候 印珍仍然没动 依旧保持着不争不抢的状态 康熙晚年时期 印珍对康熙极其孝顺 每日基本一有时间 就来给康熙问安 人都有老去的一天 人老去后 想法和年轻时必定会有所不同 很多曾经在乎的事情 在年老后就变得不再重要 在康熙生命快要结束的这些日子中 只有印珍一直陪在康熙身边 为康熙的晚年带来一丝慰藉 所以康熙在遗诏中 将皇位传给四皇子印珍 虽然印珍的成功继位 还有许多其他的原因 例如 当时手握重兵的年耕瑶 就站在印珍这一边 但是 在笔者看来 真正能让康熙下定决心 将皇位传于雍正的 还是雍正对康熙的孝心 毕竟 百善孝为先啊 最终 雍正未防止再出现兄弟兼争夺皇位的惨剧 从此 实行秘密建筑制度 不再公开设立太子 由皇帝写诏书 并放置于前清宫正大光明辩和后 直到皇帝驾崩后人 才能打开并宣布继承人 参考资料 清宫一案正解 九龙没底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